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 赵老师 先给我们全国的观众拜个年吧 大家好 我是赵磊 我来自河南交所 我是一名大学体育老师 这是您徒弟吗 儿子 哦 是您儿子呀 对 那我们先请小朋友 给大家打一声招呼好不好 我叫王家泽 今年六岁半了 今天呢 还要来一位真正厉害的人物 想不想见见 想 让我们欢迎中国乒乓球金牌教练 刘国梁 有请 你好 你好 传说中的人物 没刘志导握手呢 赵磊说前两年还在赛事上 有遥遥地见过咱们的国梁大歌手 对 有一年随之球王 当时刘志导去了 对对对 但是那次遗憾的是我没打劲 这会儿你还年轻了 现在成熟了 现在成熟一点了 成熟一点是不是就可以挑战国家队的选手了 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 今天给妈妈选个对手 你希望妈妈和谁一块儿拼一场 丁宁 爹爹 不说到这儿我先问一下这赵磊 你研究过丁宁的打法吗 发球比较好 然后就比人家多一板呗 你最怕的是丁宁的哪一招 下蹲发球 咱们刘老师您知道几招 您给咱们赵磊支支招 也别让他到时候太难看 万一这个对吧 我都不知道赵磊打什么打法 什么打法 什么水平 我是快攻杰狐渊 正手反交 反手正交 跟木子一个打法 那个丁宁就怕这种打法 人家就是冲这个丁宁练的 哦 是吗 真的吗 是 是哈 刘志导说是 不是也可以说是是吧 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 先欢送我们的赵磊五子 加油加油 好嘞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 今天到现场迎接挑战的 我们五位乒乓球国手 有请丁宁 马龙 林高远 王麦玉 樊振东 有请五位 刘老师 你觉得他们现在紧张吗 万一今天没发挥好 那回去怎么跟各自教练交代呢 没发挥好 是大过年的给大家送点福利 要赢了再赚点人气 丁宁对战赵磊 你觉得丁宁应该给他定点什么苛刻的规则 我觉得丁宁的控制力非常强 表演天赋更强 球技是最差的 所以综合来讲 丁宁应该让三分 好 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有请我们各位国手 有请我们的裁判员和运动员入场 各位请准备 赵磊对丁宁 第一局比赛 赵磊发球 三比零 一比三 一比四 丁宁还保留着他的下蹲 他一般到关键时刻才用 他这个不是吗 不是是吧 不是 他就是杀手锏还没拿出来是吧 对 是丁宁应该飞的吗 对 这个球赵磊打得很聪明 发完球之后用生交反手戳一个反旋转 然后再往这个丁宁正手拉 好像丁宁 二比六 又失误了 这丁宁你觉得他是故意的还是 还是还没进入状态呢 还没进入状态 三比六 六比四 六比五 丁宁连得三分 丁宁现在是打的是控制球 看看对手的实力 和能量有多少 就是说整个比赛现在是他在引导 是吧 对 他想快就快 他想慢就慢 六比六 对 现在你看他基本上很少进攻 基本都是采取最稳健的一种打法 我觉得很多 七比六 果然这个发球威胁比较大 咱们也看看马龙这边 好球 七比八 马龙现在最大的目标和愿望就是在孩子懂事之前他还能保持巅峰状态 你们觉得应该可能的吧 我觉得肯定可能啊 来个狠的 丁宁那是赢不操心了 十一比七 英宁胜本场比赛 我要上奥运 平凡的人生也有悲凡的梦 我要上奥运 一次次冲向年风 我要上奥运 准备我过去 为别人家 接下来怎么安排 给大家唱首歌 怎么样 好啊 咱们各位这个国手们 我们各位民间高手们 要不一块来一首吧 展现一下咱们乒乓球运动员的文艺天赋 小小的乒乓 大大的梦想 一生一世为他活 速度让人激情飞扬 落变尖言只会思想 力量让人奋发相伤 选择带来起司渺小 梦幻星星走向赛场 接待乒乓绽放理想 送我属于世界尽情的交往 起来星巴有意 穿遍四方 飞向我的球拍走远方 让心一起去飞翔 小小的乒乓 大大的梦想 一生一世为他活 小小的乒乓 大大的梦想 有爱就会有希望 有爱就会有希望 尽管 是 你 断 你 好